前段时间LUNA的崩盘又一次引起人们关于稳定币的讨论 UST的大幅度脱锚甚至波及到了USDT 在加密世界中稳定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 它是链接现实世界和加密世界的桥梁 那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个稳定币巨头 也是目前做的最大的去中心化算法稳定币 它的名字叫做DAI 在介绍DAI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说为什么要有稳定币这个东西 它的作用主要是作为计价标准 一般加密货币的波动是非常大的 没办法作为支付或者计价的标准 你要给某个商家用以太坊支付货款 结果在支付的过程中以太坊的价格出现大跌 那商家就亏大了 所以很少有商家愿意接受波动如此巨大的加密货币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锚定美元的稳定币 这些稳定币的价值基本上一直维持在1美元左右 这就可以完美解决价格波动造成的资产缩水问题 那DAI和我们之前提到过的USDT和UST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目前市面上稳定币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分别是法定稳定币 USDT就属于这类 它的背后是用美元锚定的 每发现一个USDT 开了的公司就会对应的在银行存入1美元 另外一种就是UST这类算法稳定币 通过跟其他数字货币挂钩来动态调节价格 那DAI是属于第三类 它是一种通过超额抵押的形式发行的稳定币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下面我就来详细讲一讲 DAI的发行是通过用户在网络中 质押以太坊能数的资产达成的 而且质押的资产价值 一定要大于借出的DAI 这也是为了保持整个网络持续良性发展设置的规则 比如我们在网络上存入一个以太坊 按照以太坊限价2028美元来计算 我们借出1014个DAI 这就相当于我们的抵押率是200% 目前DAI的清算率一般是在170%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存入的资产价值 处于借出的资产价值比例跌到170%的时候 就会触发清算 也就是平台通过出售你抵押的资产 从而归还欠款 如果还有剩余的资产的话 就会返还给你 那还是按照上面的例子来计算 如果以太坊的价格在我们抵押的过程中 跌到了170%的清算线 也就是1014乘以170% 等于1723.8这个价格 那系统就会卖掉我们抵押的这个以太坊 当然他在卖掉这个以太坊的时候 并不是按照限价卖的 而是通过折扣卖掉 具体打多少折 要看系统中拍卖的人最终出价是多少来定 因此为了防止被清算 我们一般在存入其他资产的时候 就会取出相应比较少的DAI 从而实现一个比较高的抵押率 这样就不容易被清算 也能保证我们的资产不受损失 发现DAI的协议叫做MakerDAO 这个项目出现的时间是非常早的 在以太坊正式发布之前 其实他没有考虑过 要把这个项目建立在BM开发的比特股上 但是后来因为创始人发现 比特股无法支撑一个复杂的金融系统 所以选择了以太坊 DAI的名称来源也参考了中文的DAI 在2019年10月之前 MakerDAO只支持以太坊作为抵押资产 后来才增加了其他 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其他资产 MakerDAO也是双代币模型 除了稳定币之外 还有治理代币MKR 作为治理代币 使用MKR的用户可以投票决定项目新增的抵押资产类别 同时也可以投票决定修改清算率等数据参数 所谓以太坊上最大的稳定币协议 在DeFi Lama上我们可以看到 MakerDAO的TVL排名第一 达到了100亿美金 相比我们大家平时使用最频繁的USDT DAI更符合区块链的精神 它的所有数据都是链上可查的 在区中心化这一块 比一些法定稳定币有很大的优势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深入研究一下 那好了本期关稳定币的项目介绍就讲到这里 想了解其他区块链项目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对你有用 别忘记点赞关注一键三连哦